女人默默地穿好自己的衣服 男人第一次都这样 再试一下 这时瓦冠被不断敲击出声音 让男人心烦意乱 毕竟门外的弟弟快等不及了 在这个穷山里的男人 大多逃不到老婆 为了能留个香火 只能借妻生孩子 瓦儿因为家里穷 丈夫又生了重病 为了给丈夫治病 他只能做扭花女 在途中 瓦儿无意中知道 这户人家是兄弟 他得服侍两个人 这让他不太乐意 想要扭克换人家 可扭克却告诉他 既然做了扭花女 就不能挑三拣四 这是道上的规矩 无奈之下 瓦儿被扭克送到了兄弟家 为了能合理安排同房时间 哥哥想到用瓦罐杀漏计时 兄弟俩一人一罐杀的时间 就这样 哥哥端着蛋花汤先进去了 虽然是蒙着红盖头 但面对的是陌生人 瓦儿还是有点拘束 静静地品尝蛋汤 这时他掀起盖头 看的是目瞪口呆 这皮肤白皙 眉目清秀的女人 她还是第一次见 一瞬间四目相对 让瓦儿不知所措 不慎掉落了汤碗 听到声响的弟弟 还以为出了意外 关切地探头询问 哥哥 没事吧 没事 弟弟只能死丁沙漏 希望赶快轮到自己 而哥哥这边 还在缓缓取下瓦儿的绣花鞋 虽然内心已是迫不及待 但他尽可能温柔地对待 瓦儿主动地引导着哥哥 很快一贯沙的时间到了 可哥哥第一次并不完美 瓦儿极力劝他再试一下 我能只跟你一个人吗 可弟弟在楼下猛敲瓦关 明显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哥哥只能狠心地离开了 对着猴急的弟弟叮嘱道 瓦儿 慢着点 他是个可怜人 瓦儿在房里不知如何是好 他实在不想让兄弟俩共享 这时弟弟推门而入 别急啊 我哥不行我可以的 他焦急地铺好被子 正准备解枯腰带时 瓦儿痛苦地伸出手 原来他故意让蜈蚣咬了 这样就不用与弟弟同房 而楼下文讯赶来的哥哥 立即拉过瓦儿给他吸毒 看见你浓我浓的一幕 顿时让弟弟扫了兴致 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快听听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把我给做了 做了以后我就不会再有这个念想了 话音刚落 弟弟退去了身上的裤子 请求哥哥帮他解决问题 因为兄弟俩娶不上老婆 所以共享了一个扭花女 可惜瓦儿却只喜欢哥哥 让从未见过女人的弟弟 生命不止浴火不息 而这边 瓦儿在兄弟家挑水做饭 照顾着俩人的生活起居 村里知道瓦儿扭过来的 遇见了都要嘲笑一番 就连啥也不懂的小屁孩 都会特意跑到瓦儿面前 瓦儿对此却毫不在意 只因有哥哥替他撑腰 但没得到瓦儿的弟弟 就没这么好心了 总找机会调戏他 但每次都被哥哥阻止 毕竟瓦儿不愿意 就不能强迫他做 在夜里 兄弟俩坐着袒露心声 弟弟突然说到 他不惜让哥哥废掉自己 解决一女是二夫的尴尬 但他制止了弟弟的冲动 心里也默默做好了打算 第二天一早 哥哥偷偷划竹牌离开 独留瓦儿和弟弟在家 弟弟以为哥哥走了 晚上就可以被满足 没想到瓦儿心里 却只有哥哥 他更是想尽办法 不让弟弟得逞 但这么好的女人 始终会被人惦记 同村的大牛垂涎已久 趁着瓦儿在山里采药 想帮他一起凉快凉快 弟弟本在树上掏鸟蛋 看见这一幕 他立马上前阻止了 从此瓦儿对弟弟也有了改观 他不再排斥弟弟 但依旧不愿迈出那一步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意外来到这个家 这个男人见私下无人 便偷偷跟着女人回家 眼见女人就要进家门 他一把江气死死抱住 突然满身正气的男人出现 赶走了想要抢牛甜瓜的大牛 就在不久前 瓦儿正打扫着院子 突然发现有个受伤的红军 躺在了草地上 瓦儿把他藏草房里休养 清香队搜查了几天 都没找到这个红军 可他这次英雄救美 却因此暴露了行踪 大牛怀恨在心 就向清香队告发了他 很快 一队人来到了家里 瓦儿谎称他是表哥 但也无济于事 千军一发之际 哥哥及时赶来 担保了红军身份 这群人本就和哥哥有交情 看在他的面子上就离开了 而瓦儿见到多日不见的哥哥 喜极而气地扑到哥哥的怀里 而弟弟却为此心事重重 担心哥哥再次抢走瓦儿 哥哥在外闯荡一番后 对生活有了新的见解 与其把瓦儿扣在自己家 不如为他存下一笔钱送他回家 让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 过上名副其实的好日子 真正的爱应该是成全 而不是家所与束缚 因此他决定送瓦儿回家 可弟弟却不愿意就此放手 说什么也要将瓦儿留下来 甚至和哥哥起了冲突 哥哥又语重心长地劝说着 因为他们的母亲就是纽花女 所以他们才从小孤苦伶仃 终于弟弟答应了哥哥的提议 没过几天 瓦儿得知自己丈夫因病去世 儿子也因过度饥饿离开人世 他决定不再回去了 可纽克知道自己要拜拜 丢了一大笔钱的时候 自然是不乐意的 第二天 他又举报了那个红军 清香队提着枪就过来了 在枪战中 弟弟为了保护瓦儿 他只身跑进树林 引开了敌人的注意力 不幸丧于枪下 瓦儿如同挣扎般难受 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瞬间 下葬那天 纽克意外发现弟弟身上的伤疤 时隔三十年他才发现 这是他丢失已久的亲生儿子 世间因果皆是报应 他追悔莫及地举着斧头 向大树砍去 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大树轰然倒塌 将他砸死了 血泊之中 这个孤独的老人走向另一个世界 为自己赎罪 而哥哥最终成了征战杀场的红军 临走前 他告诉尔等他回来娶他 可他一等就是几十年 这个村中的最后一个纽花女 却再也没有离开